大家好 今天我来出一期调票的视频 因为最近有好多刚开始学教育的朋友来私信我 说这个票盖怎么调 怎么调那个飘向清晰稳定 然后今天我就抽风来把这期视频来做一下 希望对那些刚开始学教育的朋友有帮助 好 我调票的话一共就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是动签脚底 步骤二是修剪签皮 然后步骤三是调墨 最后一步就是挂了水掉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进来看看步骤一 我们步骤一先把这个签皮座上面 先缠上一个重一点的签皮 这个签皮要保证把这个票全部带入水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票往下面拉 我们先来找一下底 好 浮票全部被带到水里面去了 我们要把这个浮票往上面拉 好 还是全部带入水里去了 接着拉 拉到什么程度直至那个水面 还有这个飘间是贫水状态就可以了 好 露出来一幕也没关系 现在就是飘间还有到我们的那个签皮那个地方 这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现在的水深 好 此时浮票还有线组在水下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票也是露出来一幕 看看 好 这个签缀 然后到这个票间 这就是水深 好 我们第一步完成了 爹找到了 然后第二步修剪签皮 修剪签皮 开始先把这个浮票往下拉 拉出 紫线的长度先给拉出来 我的紫线长度是15公分左右 先把15公分左右拉出来 然后再多拉个10到15公分左右 要保证这个双钩是那个里里状态 就是我们大家称的是半水 好 拉下来之后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票 现在是处于平水状态 处于平水状态 说明签还是有点重 我们再继续剪 好 因为是平水状态 所以说飘差不多快调完了 我们就慢慢慢慢的剪 慢慢慢慢的使 这里千万不要剪大了 好 我们再试一下 好了 我这个条木已经调好了 现在露出来的木数是四木左右 可以看一下这个四木左右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飘在水下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看看四木 然后往下面看 看看 现在是半水状态 这个距离就是我们刚刚拉出来的紫线 超过紫线的那个距离 看看 好 第二步调木已经调好了 我们调的是四木 然后第三木就是挂耳着底 好 挂耳着底呢 这一步有点比较简单的 我们没有开耳 我们就用铅皮当那个耳料 上面挂个铅皮 好 这个重量已经把我们的飘全部给拉下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飘在水里的状态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这个铅皮就当做那个耳料 然后把我们的浮漂直接给拉到这样了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在做什么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浮漂往上面拉 直至这个浮漂的墓鼠露出来两木 好 刚好露出来两木 好 调四雕已经调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在水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 这个双溝是这样的状态 好 露出来两木 调四雕完成 好 调飘视频就到这里 希望这期视频对那些刚开始学钓鱼的朋友有帮助 然后大家有什么别的意见什么的 可以在那个评论区留言讨论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好 再见 今天我们下期再见